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瓣娘QA 我是你们的瓣娘小薇 诶 俗话说的好啊 每逢佳姐胖三斤 你们有没有胖三斤啊 还是胖三斤啊 最近都不能随便出去乱跑 可不都是在家里吃着喝着躺着睡着吗 所以你们到底是胖了几斤呢 说出来让我开心啊 哦对了 你们都是哪天开学啊 还能做业做啊 快快啊评论区里来老师交代一下啊 我版老师要来查作业了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 赶紧进入本周的分牌子环节吧 白雪公主恶毒后妈说 本来看视频看得高高兴兴 小薇你一提作业啊 我就突然想起来 导师好像布置了论文 我的快乐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我看评论区里呢 都是在说什么 一个假期都在写作业 天天写作业 哎我就纳闷了 你们怎么有那么多的作业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 你们放了假 啥也不管 先休息放松再说 啊休息够了 一天的日记 把一个班级写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天气 老师都纳闷了 那你说这一天到底是晴的雨呢还是阴的啊 所以呢你们还是很棒的 我给你们点赞 杨桑七说小薇啊你为什么不强迫 王小剑和班长练出八块腹肌呢 啥让王小剑和班长练出八块腹肌 这位同学你是在为难我还是在为难他们 我觉得这可比让我自己练出八块腹肌还要难 哪里像是刚建设八块腹肌 你们知道王小剑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吗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 他之前瘦了我偷偷放几张图啊 你们可别告诉他 秘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给他吃了竹饲料呢 越长越胖 我严重怀疑咱妈偏心 好吃的是不是都给他吃了呀 魏家军Joker说小姐你好久没更新和平金了 你这是气坑了吗 不会吧不会吧兄弟们 都已经2020年2月底了 还有人不知道我把吃鸡内容更新在了另外一个账号里的事情吗 我的吃鸡内容呢一直在更新呢 现在呢因为内容太多了和混乱 所以呢统一就更新在了魏女国王小薇的这个账号里面 如果喜欢吃鸡的同学可以一步去这个账号里面关注一下我 谢谢 所以呢以后如果想让我挑战什么乱七八糟的吃鸡内容的话 可以在这个账号的评论区里面给你提提什么东西 想不想这样我说了 还有啊如果你们看到有些评论区里呢 他发了一些已经挑战过的内容啊 聪明的同学呢记得帮我回复一下 年高W说打卡QA问题 板娘喜欢听别人说小A最美还是小A最帅 说到一个想上QA的小可爱 这个格式很认真嘛 哎我是喜欢听别人说我美 还也喜欢听别人说我帅呢 哎这个现在不都很流行的什么叫可言可甜吗 就是姐姐可以可可爱爱美丽大方又可以帅气低人 A到棒 姐就是想那甜的时候让你只想夸小A最美 酷的时候就只想让你夸小A最帅 哎呀我最近在追那个陈中拓浪姐姐第二季 这些姐姐也太厉害了吧 个个真的是又甜又炸的 哎呀我是被迷的不要不要的 我希望要是我以后呢不再这么年轻的话 我也能还依旧保持这么迷人的状态 你们依然会爱我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有保全村 永远 好看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QA的所有内容啦 感谢在这一周里给我评论留言 支持我的小伙伴们 如果您想参加到QA问答当中来被我翻牌子的话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在我所有的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 提问题就可以老规矩 问题越炸越容易被选中 怎么夸我的啊 爱我的 怎么懂的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